参加当日招聘活动求职者共有1500多名 有近50个雇主和培训服务机构参加招聘会 包括政府以及信息技术、工程、金融、会计、咨询等私人公司 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像道明银行、加拿大航空公司等 因为这个摊位呢它就有些是来介绍他们公司的那个工作的机会 也有些是来介绍他们公司的这个经营的情况 因为能够直接跟这个招聘者见面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除了招聘会之外 现场活动还设有一场主题演讲 八场培训讲座 借助这些活动 求职者更能够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以及就业要求 在加拿大这个经验是不同的 所以你需要得到一些帮助 就像我类似于我们的这样学院 可以把你的中国的经验 怎么能转化成加拿大的经验 这样呢加拿大的雇主可能就愿意接收你 参加当日活动的不少是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表示 类似这样的与雇主直接见面 对他们找工作有帮助 因为这个不光是有非常专业的讲座 然后来给我们提供一些 就是找工作方面的一些 idea或者一些tips 然后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跟一些就是 就是招聘的人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据了解 专业人士日历经了14年 目前已经成为大多伦多地区 在帮助移民职业 以及就业发展方面 最大规模的活动之一 凤凰卫记者腾中勤 陈钦 多伦多报道 这样中勉強的影响 我们就不要再关机 然后我们再做周 biraz的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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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